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嚴部長 還有我們羅副署長 請羅副署長 請羅副署長 部長好 我想最後幾件事情 我先請教我們機關署署署署長 所以 這一次疫情 我們軍艦 他入境回港 是不是一體適用一致的標準 還是他自身 我們防疫規定之外 這次他就是 原用這個漁業署的規定 因為這個事件 我們指揮官事實上也有 裁定就是說我們要再重新檢討 包括這個商船 漁船還有軍艦 可能入港再來的規定 那應該都會重研來辦理 好所以我們先就這一次 盤石軍艦回港 所以副署長剛剛講得很清楚 是一體適用一致的標準 農友會漁業署的規定 對不對 好那這一次 艦隊回來 有沒有符合規定 他的規定是在這 船上的30天 就是在海上沒有經過其他的 國家也沒有跟其他 船隊有接觸等等這幾個條件 是符合的 但是他後面有說 要下船前 事實上必須確定 就是說經過這個檢疫 有這個人員都沒有 健康方面的一個異常 那現在從事後的這個調查結果 看起來就是說 船上事實上已經有發燒的 軍人 然後也有經過這個檢疫的時候 事實上可能他那個體溫的紀錄 也沒有把它拿出來看 所以這個其實回頭看是不符合我們可以下船 不符合下船的規定 好那先 不用跳這麼快 副社長 剛剛有談到 你們是認為 你們是用現在的 比照商船漁業署的規定 30天 對不對 對 好那這30天 遵照相關的流程 他要不要通報 要不要提供相關的通報表 因為目前軍港 事實上沒有在我們這個 管轄的範圍之內 所以他有在3月31號來跟我們講 所以有跟你們講 對不對 好 因為照 疫情指揮中心 你們認定要一體試用一致的標準 那就是援引 與業署相關的規定 原則上是要原傳檢疫14天 對不對 但是 如果要免除這原傳檢疫14天 要往回推30天 當中全程沒有靠港 沒有任何接觸 對不對 而且人員不能有健康的異常 是 所以 照這樣的流程 事實上 他們必須要在靠港3天前 提供檢疫的報表 以及聲明書 那我就要請問 國防部有沒有跟疫情指揮中心 提出相關的 聲明書或檢疫報表 這次我們是沒有收到 沒有 所以基本上他們是完全違反 疫情指揮中心所公告 入境反港的相關檢疫規定 對不對 並沒有符合相關規定 他們援引 然後現在回頭看 入境前 其實身體狀況是有異常的 所以本來就應該要做這個14天的檢疫 才能夠離開船 對 那現在 好 那我請問 很明顯 這次軍艦靠港 他只額外多了6天 就地解散 就下船 那就 疫情指揮中心的角度 是違反規定 對不對 這6天是含在那30天內 他為了要達到可以在入港前有30天的觀察期 所以在那邊多停了6天 好 所以30天你認為符合規定了嗎 我一直強調說不符合的地方 其實是船上的人員要必須健康沒有異常 對 所以副部長沒錯 照你們援引的規定 他要提出聲明 而且返港前30日上 除了不能有靠港或任何接觸以外 下面還有一項 船上人員無發燒咳嗽呼吸急促 那現在很明顯 磐石劍上有5人以上發燒 有200多人是看診 這件事情 疫情指揮中心你們有掌握嗎 或是國防部有據實已告嗎 或是現在我這樣問好了 所以副部長如果今天 照你們SOP流程 他事前有先通報 有提出聲明書 甚至有承諾 船艦上面沒有人員有發燒 呼吸急促 咳嗽的症狀 那是符合30天的規定 但是很顯然沒有 所以你現在回頭看 他們這樣子是不是違反規定 回頭看是有違反規定 違反規定 好那接下來 更不用說剛剛副部長也談到 在他6天 額外的6天 期滿 是不是應該要有檢疫人員 上傳至少做發燒的檢測 或是篩檢 比照鑽石公主號 或保平號 保平信號 有 但是這是軍方成立的 這個連檢作業小組 當中並沒有我們CDC 或者是我們地方衛生單位的 對 所以從你疫情指揮中心 專業的評估跟判斷 應不應該 比照一致的標準 做好嚴格的檢疫措施 對 這個就是我一開始講 指揮官有裁定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來 律定這個SOP 好那接下來我請教嚴部長 所以國防部 你們認為在這一次 軍艦返港 遵照疫情指揮中心所公告 相關原意的規定 不管是30天 這段期間 你們應該要遵守的規定 三天前通報 提出檢疫報表 簽聲明書 而且要確認 船艦上沒有人有發燒 咳嗽 呼吸道急促等症狀 而且下船前應該要有嚴格的檢疫措施 很顯然都沒有 而且違反規定 這也是剛剛副部長所講的 所以部長在這次事件 國防部有沒有疏失 我們已經在檢討報告裡面 有檢討到了 就是沒有將掌握到最新資訊 尤其是CTC通知我們的 沒有嗅覺沒有味 這就是一個症候 那他們在當天做連檢疫調的時候 並沒有任何人跟他們反應 那也沒有把這個擺到 入境健康聲明書裡面的一個勾選項目 所以這些都是問題 所以國防部昨天的新記者會 也承認有四項措施 有疏失 今天也很明顯 照疫情指揮中心所公告的規定 如果要提供填具相關的聲明書 如果沒有據實填寫 如果有虛位或不實 怨赴法律上一切責任 這是非常嚴重 所以部長我要請教 相關的責任 現階段還在調查當中 查到哪裡辦到哪裡 現在我們先不談相關的究責 因為事實還沒有出現 但是在這裡 部長 國防部的疏失已經造成基層官兵染疫 眷屬也受到影響 地方的商家、大賣場、餐廳 也因為國防部的疏失造成了損失 停業 這部分 部長 國防部要扛起責任 對於你們的疏失造成這些損失 應該要給予相關的補償賠償 基層官兵何其無辜 因為國防部長官的疏失 你們的違規違反規定 造成我染疫 我可能一輩子的健康都受到影響 更不用說現在這麼多的商圈 大賣場 生鮮蔬果報廢 後續對他們的生育可能要非常久的時間 才可以回復 高雄一個大型百貨公司 不用講出名字 兩天損失六千萬 這些損失他要向誰求償 他要向誰伸冤 結果發現 國防部 甚至是誰 你們的疏忽造成無辜的百姓 基層官兵 我可能終身受損 這些部分國防部 你們應該要提出一個完整的 賠補償的計畫出來 告訴基層官兵 我們真的是盡力 除了照顧他們現在醫療 更重要他們的損失誰來補償 誰來幫助他們 部長你可以承諾 提出一個賠補償的計畫出來 報委員這個部分 我們有國賠的一個機制在 所以他們可以去申請國賠 部長 我們的國賠的負責單位跟你說 委員好 我是法律司的司長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就像委員剛剛您所說的 因為現在整個事實的情況 還並不清楚 不光是究責 跟後面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去做 其他的一些賠補償的計畫等等 我們想等於有事實出來的時候再做 可能會比較理想 因為在紓困條例裡面 也有下班的條文規範 等一下等一下 現在事實已經出現 國防部已經有疏失 是 四大疏失 報委員 再加上現在 疾管署疫情指揮中 已經說你們明顯違反規定 報委員 你們的錯誤已經造成 官兵染疫 這是不是事實 現在有27例染疫確診 報委員 那些疏失跟商家的損失之間 他的因果關係到底怎麼樣 所以你們認為沒有因果關係 他們平白無故停業 受損 是他們活該 所以 不不不我們沒有這樣子說 那你現在還不承認 這是你們疏失造成的 事實出來之後 比較好判斷因果關係 目前你們調查出來的事實 就是如此啊 為什麼還不承認 難道這些店家平白無辜認為說 我停業我活該 為什麼國防部是這樣的態度 報委員 你們身為他們直屬長官 你們一點檢討照顧的意思都沒有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在檢討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整個全班的狀況會 部長 請回答部長 剛剛委員的關心也是我們很關心的 造成社會國人的不安 剛剛我們法律司司長 他的意見就是說 如果有事實俱在 我們絕對會負責到底 由我們的國培他的機制 會去啟動 然後做評估 然後針對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我們會完成一個規劃 部長 如果國防部到現在 還認為說 還要去證明因果關係 還要再去反駁說 有可能不是因為國防部的疏失 造成他們生命健康的確診 傷害 或者是這些業者的損失 我認為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還在躲避相關的責任 如果能夠扛起責任 基層官兵 才能夠認為長官是有在照顧他們 今天他們誰願意自己染病 他們的眷屬怎麼想 一定要照顧他們 不是嘴巴講 部長 能不能具體做出承諾 你們去研議相關的 賠補償相關的措施跟計畫 好 部長請回去研究一下 好不好 研議看怎麼樣來補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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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